Hello大家好 欢迎新老朋友来到小鱼儿的频道 现在的AI技术真的是越来越发达了 2024我们的朋友们一定要合理的利用AI软件 来为我们挣钱来实现我们的一个财富自由 在这里小鱼儿展现出来的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AI几秒钟制作出来的一个非常精美的图片 当然公寓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 现在的市面上也出现了很多非常好用的AI工具 比如我们的米吉尔里 雷艾拉朵 还有我们的恰了GPT等等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小工具 也可以让你的图片变得更加的有趣 让图片更加的有生命力 这些工具不仅可以用到社交媒体上 还可以用来制作AI电影 那么你如果说只是想玩一玩 也可以给图片加上一些沉浸式动画 或者说让图片说话 那么在这期视频里呢 我要给大家介绍 八个能把图片变成视频的AI工具 这些工具呢都是免费的 而且非常的高效 有些甚至几秒钟就能把图片变成视频 别着急 我们慢慢看 第一款工具是LivePax 我们只需要打开官网 然后来到这个界面 上传图片就行了 操作非常的简单 但效果却很酷 不过呢我们在这个开始之前 我们先要注册一个账号 点击这样一个登录按钮 你就可以开始制作你的动态图片了 注册后你就可以制作你的一个动态图片 那你还可以在这里调整参数 我们可以调整一个动态风格 我们可以选择左右动起来 那么这里有几种模式可以调整 经过我们的调整呢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图片动得更有个性 那如果说你觉得你的动画呢 效果还不够酷 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风格 也可以选择不同的一些图片 那么做出来的效果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的nice 那么如果说你想突出某个重点 某个部位或者元素 那这里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个对焦 我们还可以调整图片的一个焦点 那如果说你想改变深度图 也可以直接编辑在这里 有一个高级编辑器 那么如果等你满意了 就可以保存你的作品了 点击这里 就可以保存 第二个AI工具呢 就是如你所见CAMCAT 其实CAMCAT呢 其实它不是一个纯粹的AI工具 但它在短视频制作方面呢 也是非常的有用 非常的厉害 如果说你想用它来制作一个影片 制作一个视频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一个手机 应用商店里面去下载它 那在这里呢 小鱼展示的是一个电脑版的一个在线 CAMCAT 用起来效果也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用电脑或者用手机版本去下载安装 如果是手机的话下载 默认呢它是英文的 但是我们可以切换到中文 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制作新影片 那在开始制作前呢 我们点击进来 我们需要上传一个你的素材 你可以选择各种风格化和特效 这里有一个特效 我们家可以加上一个闪电 我们还可以加一些雪花 来看一下效果 非常的不错 看一下这些特效 真的可以让这个视频看起来更酷 在这里呢除了影片特效 还有一个身体的特效 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 在这边呢 我们还可以调整各种参数 可以添加音讯 可以添文字 添元素 添字幕 添加转场 也获得我们最佳的一个效果 那同样也是等我们满意了 就可以保存 点击一个下载就OK了 接下来呢我要介绍的是第三款 AI软件 PK-NEX 我平时都是练的P-I-K-A 那么这个工具真的非常的好用 小鱼儿非常的喜欢 而且它目前呢是完全免费的 现在呢 P-I-K-A也特别的方便 以前要到我们的Discord社群里面 才可以找到我们的这样一个AI工具 那么我这里呢也教大家一下 怎么样在Discord里面去找到一个我们的P-I-K-A 这个时候呢来到了我们的一个Discord 我们往下拉 在这里有一个搜索 我们搜索这个AI的工具的名字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第一款我们点进来 这边呢有很多我们的一个新手区 我们可以点进来在这里面 贿图 输入我们的一个指令就OK了 那么第二种方法呢是更加简单的 直接打开我们的一个在线版P-I-K-A 那么所有我讲到的一些AI工具的链接 我都会放在下面那个描述栏 大家有需要的直接去描述栏里面找 这个呢对我们新手朋友真的非常友好 特别的简单 特别的好操作 这个界面呢 大家登录一下进来就会来到像小鱼一样的 这样一个界面 在这里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呢就是上传我们的一个图片 我们可以通过图片转成视频 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描述转成一个视频 同时还可以通过视频图片加描述转成一个视频 那我这里先上传一张图片 那在这里呢 如果说我们想要视频生成一个什么效果 我们直接英文描述连贴到这里 这边参数可以调整 直接点击这个生成就OK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图 非常的自然 如果你满意的话 就可以直接点击这个下载按钮 保存就OK了 那么如果不满意的话 我们点击这样一个按钮 还可以让它重新帮我们生成 也可以重新输入我们的一个提示词 再试一次 看一下刚才生成的视频 不错 点击下载 接下来来到我们的第四款 AI工具 接下来的就是它的一个主页面 那么在接下来上面 制作视频也相当的简单 我们可以有两种方法将图片转为视频 一种呢是传统的图片生成视频的方法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使用对话的方法 生成视频 无论我们选择哪一种方法 首先呢我们需要先注册 点击这样一个注册登录按钮 注册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了 首先第一种方法 点击这样一个按钮 在这里我们要登录一下 登录好了之后呢 我们来到这个页面 首先上传我们的一个参考图 可以看到我们的图片上传成功了 我们完善视频的一个故事 我们可以随意添加有趣的艺术风格 在这里看 视频修复在背景和物体上 着色以动画 动画化 扩张肩膀为整个针制作动画 那么这里描述一 那我们这里 把这个英文描述翻译过去一下 草被风吹动 阳在走来走去吃草 我们把这个粘贴过来 我们放到我们的一个标题里面 那我们要排除什么呢 风不要太大 风不要太大 不然的话 会导致整个画面 看起来就不清晰了 下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呢 可以调整 我们最常可以生成一个15秒 14秒 我们这里是有一个值的 我们生成的时间越长的话 我们消耗的值就越大 那我们看根据自己的情况 如果说你的视频很长的话 那就可以考虑一个付费建议 那么最下面的话 可以不用去调节它 我们点击这样一个紫色按钮 开始生成 它这里不叫值啊 它是叫燃料 十倍的燃料 有需要的朋友呢 可以选择去升级 这里视频已经做好了 这就是一个效果图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点击这边一个下载按钮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来到我们的第二个做视频的页面 我们点击这样一个cut聊天 这里同样我们可以输入一个描述词 让它帮我们生成 我们还可以给它一张图片 让它在原图的基础上 帮我们做成一个视频 那在这里我们就先点击一个图片 上传一张图片 今天你想做什么 我可以帮你制作图像视频 那我上传了一张 标题为章鱼和鱼在海里游泳的图片 那它在这里呢 帮我把这张图片描述出来了 我们想改变它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输入一个描述词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如果说想要在原图的基础上呢 进行一些改变我们可以点击这里一个加号 输入我刚才的一个描述词 让海里多一些生物看起来更热了 我们发送 那么大家能看到它有很多想法 我想对图像一进行动画处理 以显示海床变暖时生活在海里的单个生物 它在帮我们改变这个视频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添加了很多生物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 这些石头上面这些全是新添加进来的 那么这里呢 我又上传了一张鲨鱼的图片 我希望它让旁边的鱼动起来 鲨鱼不动 我们看能不能实现 让鲨鱼不动旁边的小鱼动起来 我们把这个描述词粘贴一下 首先我们要点击一下这张图片 我们才能在这张图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改变 我们来看一下 你有什么要求的话 我们都可以在这里提出来 你比如说让这个中间的鱼一动 周围的环境一直处于变化之中 或者说鱼一动周围的环境不动都可以 我觉得这张还不错 我们看一下 不错啊 满意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击这里有一个下载按钮 保存就可以了 那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比如说图像 图片生成视频 在这里大家看 它除了这两个介绍的功能 还有很多功能 这里有一个图像 可以输图片 这里还有一个视频 还有一个动画 等功能 大家都可以自行去测试一下 那这些效果呢 都是由 GEMO生成的 看一下啊 这个都是GEMO生成的 接下来呢 给大家介绍的第五款工具 那就是我们的一个汪卫 前不久呢 汪卫棍杠2呢 是非常的火爆 那它呢 同样也是一款 图片转视频 文本转视频 或者文本图片转视频的一个AI工具 新手朋友呢 只要在这里登录一下 还可以免费试用 我们点击进来 但是在这里呢 小悦是尝试过用 汪卫来生成一个视频 它生成的效果呢 是存在一个随机性的 很多时候都变形了 并不是每个视频都能够让我们满意 我们点击这样一个红色按钮进来 那在这个上面 大家都能看到 我们这里有一个积分 我们每生成一个视频呢 使用五个学分 可以制作的视频数量呢 还是很多的 那我们一起来操作一下 同样我们这里点击一个 先点击一个图像 那么这个是图片 生成视频 不需要我们任何的描述 这里点击一个 生成 需要 四个积分 那我们再加一个图片 加描述 那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下面有个参数可以调整 调整我们一个摄像机的运动 这里还有一个运动 画笔控制特定区域 那么这里有个运动强度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值 拉高一点 点击一个生成 我们看一下刚才做出来的一个效果 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大家看是不是 还是有一种大片的感觉 满意的话 我们同样也是点击这上面一个下载按钮 那我们的第二张图片 加描述正在生成 OK已经好了 我们放大看一下 效果还是不错的 同样我们把它下载下来 我们每一个新朋友 在这里学分室有500多个学分 用完的话就要考虑一个付费建议了 这是我们的第五款工具 那么接下来到了我们的第六款AI工具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工具 是可以让我们的图片开口说话 并用于创建一个虚理人物 那这些工具的话 可以让你无需出镜 就能创建一个效果非常好的一个视频 其中有一些操作简单 但有免费使用的额度是有限 而另一些则是需要完全免费的 但是操作起来可能有一点难度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我们的第六款 AI工具 DID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工具是让图片开口说话 并且用于创建一个虚理人物 那这些工具可以让你无需出镜 就能创建一个效果非常好的一个视频 其中一些操作是比较简单 但免费使用的额度也是有限制的 而另外一些可能操作稍微有点难 但是免费的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到最后 视频讲到这里了 喜欢小鱼的记得点击订阅一下小鱼的频道 那么小鱼呢会把本期讲的所有的一个AI工具 全部放到我们这个描述栏 记得一定要点赞订阅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那么首先我们来到的第一个工具呢就是DID DID呢目前呢它还是可以免费使用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先创建一个自己的账号 点击一个登录按钮 那么登录的时候呢 它会向你提几个问题 我们选择一下就可以直接进入到现在这个页面来 我们点一下这个Qual Video 就会来到这样一个页面 那我们点击这里一个上传按钮 我们上传一个图片 我们上传一个美女的图片 这里正在上传 这里小鱼也说一下 每个注册的一个新朋友来 是可以免费使用几分钟 如果我们打算要是长期使用的话 可以考虑一个升级付费版 但如果说你只是偶尔使用呢 也可以更换不同账号 来获得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免费使用时长 那我们的图片已经上传进来了 在这里可以看到下面有很多供我们选择 在这里我们输入一个你想让它帮我们说的一个话 输入我们这个文本 比如说我想让它说 那我在这边输入一个英文 当然这里也可以用中文 超个十个字就要预览限制 需要升级这个付费版本 那么就短一点吧 我们演示一下就OK 短一点 那在这边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语言 你可以选择英文中文都可以 这里面很多语言我们可以选择 这下面呢你可以选择一个声音 有男声女声我们可以听一下 选择好之后我们点击这样上面一个黄色按钮 点击生成 我们再点一下 OK了 大家看一下 那在这里呢还可以上传一个我们自己的声音 上传一个音频上来 接下来呢我们看下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呢也是类似我们的这个DID 它的名字叫黑症 整体操作呢与DID是相似的 效果也非常的好 而且它还有一些附加的功能大家可以尝试 在这里同样我们开始点击一个开始试用 点击左边的这个按钮 再点击这样一个按钮 我们先点击左边这个按钮 再点击右上角的这个按钮 我们就会来到这样一个页面 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人 同样呢我们也可以点击这样一个上传按钮 那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点击这样一个按钮上传图片 那这里呢编写一下我们需要朗读的文本 并且呢选择一个合适的配音 那这里的声音呢我们也是可以自己录好直接上传 选择好之后呢我们可以选择点这样一个按钮提交任务 等待一会儿呢我们的视频呢就制作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黑症 那这个时候要提到的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款软件了 那么它也是非常棒的一个AI工具 这款软件呢它叫CityTucker 它呢也是Gash Hub上面的一个开源项目 目前呢我们也是有两种方式可以在线使用它 那么第一种呢我们可以选择Hugged Face社区 同时呢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个Discord社区 这里呢大家可以自行选择 如果你想要稳定的运行CityTucker 而且你的电脑配置还比较高的话 那么你可以按照Gash Hub上面的指示 将项目呢部署在本地进行一个使用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演示 我呢已经打开了这个链接 我们来到了这个页面 这里呢需要上传我们需要变脸的一个图片和一段配音 我们点击一个上传 这个工具呢比其他两个呢多了一个步骤 首先呢我们要先使用一个文字转语音的工具 才能将我们的语音上传到这里来 那这里呢小鱼用的是Eleven Labs 到这里呢已经生成好了 我的一个语音已经保存上传了 那么这里呢Eleven Labs的一个文本转语音的一个链接呢 我都会放在下面描述栏 有需要的朋友去描述栏找 保存好我们的一个文本转语音的一个语音 那在这里呢点击一个上传我们的一个声音 这里还有大家 我们将语音添加进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对这边进行一些设置 我们的表达量呢可以调到1到1.5之间 这里呢将我们的一个脸部模型分辨率调到一个512 这样的话可以达到更好的一个分辨率 高清的一个效果 但是呢我们选择这个的话 合成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 那这里呢我们如何处理输入图像 我们这里选个for 因为如果我们选择其他的话 在合成之后呢他会将脸部所在的位置呢裁剪下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再进行对整个视频和脸呢进行一个拼接 相对来说就比较麻烦啊 所以说我们这里选择这样一个for 脸部增强的话我们这里也选一下 同样呢就像刚才小鱼说的一样呢 如果说我们生成我们的质量要求越高的话 那么我们生成的时间就长一点 那这里具体使用时间呢与程序的一个繁忙程度有关 比如说五分钟十分钟呢甚至是更长的时间 那都是有可能的 我们点击这样一个生成按钮 这里他正在帮我们生成 有的时候他会出现错误 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稍后再试 这里呢老是出错啊 这个效果图呢今天小鱼给大家看不了了 后面呢有机会再给大家看 大家可以自行去测试一下啊 去用一下这些工具 那么今天小鱼呢呢这八款AI软件就给大家分享完了 每款都非常的实用 这里小鱼也会将所有的AI工具的一个链接呢 放在下面一个描述栏 有了这些图片转视频工具呢 可以使我们的一个图片栩栩如生 大家可以使用这些工具 为自己的视频呢 积累一些好的素材 而且呢也可以对我们的做视频呢 也可以提供我们视频的一个播放量 如果大家对本期视频呢 还有什么好的一些建议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有什么好的一些AI工具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觉得今天小鱼对大家讲的有帮助的话 记得点一个订阅点赞加分享 这样的话就不会再错过我后面更新的内容 更多的一些关于AI工具的一些使用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了往期的一些视频 都是跟AI有关的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你们下期再见 一些视频的vaccinas